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妻子的真实身份呢一直是外界好奇的焦点 那么随着日本媒体的努力工作呢 总算是揭开了她这位神秘妻子的面目 她的妻子呢是比28岁的女生节选年长8岁之多 也就是今年36岁 然后她叫做莫言玛玉子 是日本的一位小提琴手 她这位年长8岁的妻子呢来头可不小 就是出生于日本的山口县 她的家里呢是当地很有名的 一家建筑公司的千金吧 这个建筑公司呢有上百年的历史 然后她是作为日本的已故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最大的政治后援会之一吧 也就是说安倍晋三 晋三此前在生前呢 竞选日本首相或是其他政治职位的时候呢 宇生节选的这位妻子也就是莫言玛玉子家呢是给安倍晋三提供了很大的金钱等方面的援助吧 所以在前几年沐言玛玉子的父亲也就是与生节选的岳父吧 去世的时候呢 安倍晋三的夫妇呢就是亲自去吊咽 可想而知他的这个家族的影响力之大在日本 那么这位莫言玛玉子呢 就是他的照片一曝光呢 外界的就一片哗然吧 因为呢 他的长相呢 就是虽然说是大眼美女吧 也很瘦 身高有1米65厘米 但是就是长得比较很凶的样子吧 而且是很老像 很多人呢都吐槽 他看起来呢 就比宇生节选的母亲还要老的样子 那么随着他的值得一提的是呢 首先揭开宇生节选的妻子的真正面目的是 就是莫言玛玉子的老家的新闻 山口县的一家地方新闻的报纸 首先曝光出来的 当时是以祝贺莫言玛玉子和宇生节选结婚 这样的口吻写下的报道 然后就陆续被日本其他各大主流媒体披露 那么日本媒体呢 在追访到宇生节选的母亲的时候呢 宇生节选的母亲呢 没有否认这个传闻 就只是说了一句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他这位儿子的详细情况吧 但是呢 其实不用等 宇生的母亲 他们去亲自说 关于这位莫言玛玉子的恐怖传说呢 就陆续有来 首先是呢 他是一位在圈内 其实口碑不是很好的一位女提琴手吧 因为就是怎么说 出生于富家 因为是富二代嘛 所以他能够凭借 不错的确是客观来讲 他的小提琴呢 有一定的才华 但是也不至于说 可以倒是他前些年的陆续和SJP呢 还有日本著名的流行歌手 石泽永吉啊 等一些很知名的歌手或是音乐人合作吧 就是跟随 譬如说跟随SJP就是巡回演唱会 作为是伴奏者之一这样的角色吧 而且就是说他莫言玛玉子 首次引发日本媒体瞩目的 其实是他在多年前呢 就是在安倍晋三出演的 就是参加的朝日电视台的 一个节目里面呢 就担任了就是伴奏者吧 当时很多日本媒体记者呢 就对这位能够是出现在 安倍晋三的节目里面 伴奏的这位女生的真面目 就很好奇 当时就是扒了他的底吧 就是在很多年前 大概是五年前吧 就是跟拍到莫言玛玉子和他 当时的男友吧 身高有一米八零之多 之高就是在街头吵架 很吵得很激烈的样子 然后莫言玛玉子呢 非常非常凶 甚至还差点要跟他这位 牛高马大的男友的当街 动起手来打架 就是很凶嘛 然后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呢 女生结权其实在早些年前的专访当中呢 就提及他偏爱性格比较kitsi的女生 也就是说这个kitsi该怎么解释呢 就是比较强势啊 或是比较有主见的一些 就是不为主流的人所喜欢的这样的女生的个性呢 他就比较偏爱 就是这边要值得一提的是 女生结权其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 百分之两百的妈宝吧 就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妈妈跟在谁 贴身跟在身边 照顾他的训练比赛等所有的一些事情 到现在为止也是 所以说他恋上比较大的女生 然后取比较大一点的女生 作为妻子呢 其实是外界是不不惊讶吧 反正他的粉丝惊不惊讶呢 就是一回事 作为我们圈内人来说 就一点都不惊讶 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妈宝嘛 喜欢依赖比较年长女生呢 是比较就是常理这种事情 但是呢 这位墨炎麻玉子呢 还是让我们圈内人 有点大跌眼镜吧 因为是百分之百的恶女 非常非常强悍的个性就强势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婚后也是他 其实是扮演 延续着扮演着 女生结权的母亲的形象吧 在今后的几十年 一辈子的人生当中 就是带领着自己的 小丈夫女生结权 就是在日本国内外 继续吸睛吧 好了 这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请大家发表一下 大家的看法和评论 然后就请点击点赞 订阅本频道 谢谢大家